如果說都沒有當過縣市長 那就是還是前面傳聞的人嘛 比如說像顧力雄啊 或者是政力軍嘛 這種的 可是這種我們坦白說啦 就是說時間真的是有點晚了啦 事實上我們以前傳出比較強棒的啦 比如說我們的賴神 那賴神國家另有重用嘛 或者說許國勇 許國勇也另有重用啊 所以就是說這種的喔 現在說到這裡時間已經不太會了 不會 不過我是要講就是說 柯P也不要太高興 因為他那個施政滿意度50% 大家不要忘了 阿扁1998年施政滿意度是70%咧 70 那也是輸的 別人叫 所以是你的對手的問題 你的對手的強度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那個民調是去年底座的 就是說他三週年他施政滿意度回升嘛 可是他的不滿意度高達27喔 他是所有的縣市長裡面不滿意度算很高的啦 那這個不滿意度我認為裡面很多都是我們綠的啦 那這個就是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是怎樣呢 我昨天事實上我就聽趙奧康講的一個觀點我覺得不錯 趙奧康說喔 奇怪他看到的是柯文哲跟民進黨一直在吵嘴啦 那奇怪 丁守中為什麼藍的沒有完全歸對啦 趙奧康就覺得很奇怪說 那丁守中為什麼沒有辦法拿到國民黨的完整的票呢 所以他就講出一個理論 他就說喔 因為柯文哲 國民黨的人就整天看到柯文哲跟民進黨在吵架 就跟他說 柯文哲沒有那麼綠啊 第二個又看到柯文哲的兩岸的路線 好像跟我們也沒有差很遠啦 所以對他就沒有很惡感 那就變成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之下他們就 那丁守中又不是很強嘛 所以那個回歸率就沒有 還沒有形成了 可是如果說丁守中正式代表國民黨 我們假設啦 正統 正藍了 出來了 然後國民黨所有的大腳都幫他站台 那那個時候的回歸率可能就會上升啦 這是他的判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柯P事實上不要太高興 就是說你的不滿意度27 然後滿意度只有50喔 其實50是很危險的 我跟你講 郝龍斌在那個第二次連任的 就是連任的時候他的滿意度54% 所以 也算得慘得慘耶 也算得慘得慘耶 所以柯P你也不要認為說你這樣就穩上了 不是的 你一定要好好處理你跟民進黨的問題 所以柯文哲我覺得他在講這一段話的時候 態度還蠻坦然篤定 就是沒有那種很焦躁的感受 所以他大概覺得說 他應該是對民進黨傷害比較小的那一個 我判斷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至於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到底是黑馬還是白馬會派出來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說 他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吃定的狀態 覺得他不太認為會有這匹馬出現 那到底會不會最後真的有一匹黑馬出現呢 其實現在還不知道 為什麼還不知道 是因為的確民進黨沒必要在現在就已經先底牌 因為國民黨的狀況仍然未明 國民黨每天都會再推不一樣的人出來 國民黨會比較早 對 然後國民黨還持續的 前一波推了好幾個嘛 那現在這一波又在推那個以前的一個副市長 一個醫生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國民黨是不是已經完全篤定確定 就是他了呢 不知道 所以現在我覺得藍綠雙方有一點是 敵不動我不動那樣子的態度 史黛利亮根本完全都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的民調裡面最支持的政黨就是史黛利亮 百分之八十以上 他怎麼提啊 他根本不敢得罪柯P啦 我跟你保證啊 他的選民跟柯P完全重疊 完全重疊 現在反彈柯P的大部分是民進黨 不是史黛利亮 我們有做過很多民調 發現史黛利亮大部分的人還有年輕人 柯P最近做了最新的民調 支持他的年輕人 29歲以下 高達八成 史黛利亮敢得罪嗎 不可能啊 這是碰風的 國民黨並沒有推出任何的人選 現在都是屬於一個就是說 開放所有的黨員同志來參選 那我們就用全民調來決定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說柯文哲跟民進黨 怎麼像這樣 今天是情人節啊 有一首歌叫什麼 只要愛對人情人節每天都過 現在柯P跟民進黨的狀況就很像是 柯P是恐怖情人你知道嗎 所以說呢 如果說他站著這個台北市的角色 好像是說他跟民進黨就是他已經分手了 民進黨想要跟柯文哲分手 也變成是說他根本就不是愛對的那一個人 那既然不是對的那一個人 我們就認為是說 應該要勇於喊出分手嘛 對不對 你這樣子你才可以過這件所謂的情人節嘛 所以說民動來講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也還沒有經過全民調 等到全民調經過之後 所有的我們的一個支持者 絕對都會無條件的 而且是團結的力挺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那到時候不管是兩腳都還是三腳都 我相信泛藍的民眾 或是說國民黨的支持者 絕對都會因為我們提出了論述而各自歸隊 那各自歸隊的情況下 我相信柯文哲他的一個立場 就很容易被人家看破收腳 那到時候再來做民調 我想應該也都還是不遲了 這個Coco姐講說有黑馬 因為他是我老長官 我一直想破頭 想破頭 想破頭 到底哪一隻是黑馬 後來想到一個人 就是行政院長賴清德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 雙北都在點名賴清德 對啊 因為說實在話 你不是說中央不中央嗎 不是中央不中央 選舉的時候放下去 你要先煮火站 要先掛起來 沒有煮火到時候反正割據 中央就這個不保 那B現在他有個好處就是怎樣 你知道嗎 因為你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選不出那種黑馬 大咖 強棒 對不對 所以你柯文哲他就跟你玩啊 他是兩邊玩 你知道嗎 他兩岸政策跟其他政策 就是偏有點藍 對不對 那你這些淺藍的人就會就 欸 還不錯嘛 這跟我同志啊 對不對 有些人就放射那個情感放射嘛 對不對 放大 就是說 柯米跟我不錯啊 跟我相反力要接近 好 票可以投給你 那潛綠的咧 就沒關係啦 至少我們投給他 民進黨沒有我滿意的啊 那我投給柯米也不錯啊 至少他跟我們是友好關係嘛 對不對 這是價值改一下 他就不會投給你藍的就對了啦 你投給藍的 我就是不可能投給藍的 所以你看柯米他兩面討好對不對 所以我說他怎麼走都是火旗啊 可是他選舉快接近 現在還有十個月嘛 他可以慢慢跟你玩 玩到比較接近的時候 到時候看是跟你民進黨合作 民進黨那個時候如果是說 你台中市也要顧 對不對 新北市也要顧 那你力量分散 那倒不如說我跟你柯P談一下嘛 那柯P到時候 我只要跟你民進黨中央台階下 大家有民主顧得住的時候 那到時候民進黨說什麼 黨中央的人喊勵說 好啦 沒這次又是離人給你柯文哲 所以這就是兩害相權 取其輕的概念嘛 概念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玩 掌控權是在柯文哲手上 他想要跟誰玩就跟誰玩 你知道嗎 那個一點紅 所以 因為你看他很奇怪 就是說在政黨上沒有政黨 可以打到兩個政黨 就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要小心 因為本來坐上台北市的市長 他的前面的路一直走 就是前進總統府 是 所以這兩個是在風水上是 有一個連結的關係 嗯 所以 應該是說 小英揣一旦啦 還會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小英應該要有勇氣 他如果早一點衝出來勇氣 就不會到現在 再晚就更慘了 所以就是再晚柯文哲更危險 議員都會影響到 因為賭籃票 不想出來投了嘛 那你民進黨 就是 變成投票率 就降低了嘛 所以最少你得要去救 去顧那個盤 要最少派一個人出來 總有一個刑機牌啊 放在那裡才能敗嘛 你通通沒有 沒有 這個十字牌都沒有 我怎麼敗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 如果真的是柯P跟丁守中對決 那民進黨不投票的人 可能會蠻多的 民進黨甚至有人 會去投丁守中的票 這我不敢講 可是不投票的人 可是剛剛有講說 有一些政律的國民黨 怎麼樣都投不下去呢 絕對投不下去 沒有啦 我認為不投的居多啦 投給丁守中很少 很少 譬如說 我這個一輩子怎麼樣 也不會投給國民黨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不投柯P 你就沒有出來嘛 不出來你議員要怎麼 所以民進黨議員會受重傷 是確實有人有這個考慮 就無論如何 你怎麼樣把 台北市掉五到六席 正亮你很了解台北市的話 台北市會掉到五到六席 我認為相當嚴重 事實上李建昌講的不誇張啦 就是每一區會少一萬票 對啊 一區少一個的話就六值啊 是啊 對不對 一區少一萬票啊 那這樣少掉的是被時代力量 還是國民黨拿走 不一定 不一定 有的地方是藍的 有的地方是時代 不一定 可是總之那些票 本來都會投給民進黨 第二點就是說 如果最後是塞卡都的時候 柯文哲如果領先 那當然領先 柯文哲如果有危險的時候 也就是說 如果綠軍領先的時候 藍軍會棄保 如果藍軍領先的時候 綠軍也會棄保 所以柯文哲事實上有 第二層的這個保護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整體還全世界都一樣 包括台灣的一樣 就是說 這種藍綠的這種情形 這種政黨的效忠度的比例 事實上都要下降 中間的這個比例一直在增加 那在台灣的話 但是因為你中間的這一塊 也需要有代表性的人路 那台灣各縣市的選舉 目前就是台北市 所以這一點其實也對 柯文哲有利 另外所以我們看到 年輕的這個選民 年輕選民大家就知道說 就是比較沒有這個藍綠的意識 這塊 而且這塊我們一天有增加 現在到十月二十四到平 也增加一部份的藍 再增加一部份的藍 就是說有意識形態一直在減少 沒有意識性在增加 所以它事實上也站在這個趨勢上面 另外還有一點 我想選民現在全世界都面臨 一個民主失靈的問題 也就是說 可能有那個卡 民主政治的架構 但是沒辦法把政治處理好 把經濟處理好 那全世界也都面臨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你看那個 不能夠連任的那個比例很高 不過我想柯文哲 現在看到兩黨還在吵 他們的候選人的時候 柯文哲老心在在 他現在都去視界 去學生 你看菜市場 上面什麼 他反而展現在這個治理的 能力的這個部分